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珍小玥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节的即市攻略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市况 首先在内地股市方面 见到上证指数是升10点 报2751点 深证城指升20点 报9571点 沪深300升19点 报2938点 而在恒指方面 恒指最新报19210点 升327点 国企指数报8000点 升128点 大市成交118亿 这位嘉宾请来Rafi和我们跟进最新的市况 Rafi 你好 你好 见到隔晚外围做好了 港股今早高开291点 报19179点 亦都重返10天和20天前 国企指数亦都高开141点 报8013点 见到今天就是期指结算日 会否预视港股今后市都会比较波动 当然如果今天来说算日期节 但你说今天来说不会特别波动 我觉得机会性不算太高 因为如果这一番期指结算 可能大家经常说转仓 怕影响市 我觉得没什么人会等结算日才做 可能早几天都做 所以有机会波动性 或者要做转仓的东西 可能早几天都做了 所以今天来算 只是一个奇蹟因素 但会否对市场很大的波动 我觉得未必会 而且今天回来 当然市场稍微有个反弹 一方面外围方面 昨晚都做得比较好 令到恒指经过昨天的跌势之后 今天可以弹回几百点上来 叫做重上10天、20天线 虽然技术上他说 叫做重上10天、20天两日线 但其实我们不断说很多次 就是10天、20天线 究竟是什么很大的参考指标 其实我有些保留 因为其实说真的 这么短的日期线路 很容易在一天里面 升重下跌就跌穿升穿 即是没有太多指标性 所以你如果真的看大位 或者在线路上去看 我觉得起码比较重点的指标 可能是50天线这些 比较好一点 所以又不是说 昨天跌穿 今天升穿 即是觉得市场的形态又转好 那这些是很难这么快 这样变来变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其实市场又不等于 就是说立即是有什么变化 但当然你说整体来说 我相信市场其实都有机会 譬如过了今天之后 可能在下星期初回来 都仍然有机会稍微有一个反弹 因为我自己对3月初的市场看法 其实就不算太负面 就是比较偏向乐观 一方面始终下星期回来 都有内地两会因素 而每逢两会 大家都知道 例两会之前 其实市场都会考得比较稳 变成对港股来计 可能都会有个支持 而且这次来说的两会 特别是十三五规划 第一年的一个两会 即开局之年的两会 相信都比较多 更加多的表述 会在不同的范畴里面 一方面可能就是供给质改革 另一边就是经济增长的目标 例如货币政策或最后的政策的方向 甚至它什么行业 有没有机会有提及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因素 都有机会 令到个别股份或个月板块 可能有个炒作 从而对港股来说 可能都有个支持存在 再加上下星期回来 美国也公布这个月二月份的就业数据 当然数据上说 就完全在三月中之后的议息会议 究竟有没有机会再加息 但坦白说 现在大家对加息的看法都放得很低 我相信数据出来 如果真的揭示了 更加不可能加息的话 可能市场更加明朗化之下 会再夹一夹高也不奇怪 所以我相信暂时 港股是有条件 可能再进一步的反弹 所以初步来说 我觉得上面来说 如果有机会弹的话 那2万9800点左右 做回这一阵的一个目标 但当然下面来说 如果假设打不起 或者自己看错的 是真的再跌下去的话 那当然1万9800点是第一个关口 但如果这些位置都失手了的话 那我觉得有机会试一试 1万8800点 做回这一阵的一个支持 好啊 那见到今早 除了大市之外 另外一个的焦点消息 就是恒生指数公司公布了指数的 检讨结果 将会在下个月的14日起 加入长江基建 编号1038 就成为恒指成分股 并且剔除华润啤酒291 那见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分股方面 就没有任何的变动 见到长江基建这个消息 出来之后就创了52周的新高 判中高建81元 暂时最新的股价是79.45 升幅超过3% 挨近4% 那见到它的股价都升了很多上来 是否都反映这是一个好的消息 当然要回来长见 其实你说在昨天未公布入行指成分股之前 其实之前那一段时间都很紧张 很明显就是它本身的公司业务的性质 是比较稳健一些 比较公共一些的性质 所以在逆市里面 都有比较强的抗质性 有资金一直以来都追 所以就算没有之前 可能没有昨天晨身蓝筹这个因素也好 股价其实都保持着强 所以我觉得又不是单单因为晨身蓝筹 而令到今天再冲高等于看得十分之利好 而且以昨天宣布了染染 但真正被去到纳入是下个月的14日 而以传统来计 可能当宣布完这些纳入剔出 大家都会猜很多的所谓被动基金的买盘 股盘可能会做 但这次立法之下 看回市场预期 可能都有成是特别常见 因为市公里面准升完之后 可能占了0.75% 相关被动基金买盘可能超过了8亿 没错 如果有这8亿钱有机会推高股价 但说真句 去到3月14天生效的时候 很多时就是生效之前那天的交易日 最后一两分钟才要做这些被动买盘的成交 所以其实不是说这下已经做了 所以今天明显地就是 各别的可能散户或者投资者 因为染了蓝而短期追 但很多时有这些所谓陷阱 就是第一天回来 可能宣布完之后是升的 但始终距离真的被纳入 都还有半个月至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中间 是可以有个调整回落都不期 所以你说是否等于 无纸金刚升到染蓝那下 我觉得就真的未必 所以如果这些位置都这么高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对股价看法 是有一定的保留在 而且以来虽然说到它本身 业务上是叫做稳健 令它一直以来都有大家追捧 甚至以往息率都可能是吸引 但到这些位置这么多之下 一方面息率其实已经不算太高了 现在现价息率也是两多左右 如果大家可能在疫市里面 想做一个收息概念 其实不算太大的吸引性 再加上这些长件 其实虽然业务上是平稳 但不是没有风险的 因为特别它都不断看到 在海外有些并购 特别英国方面很多业务都收购回来 当然以往收购回来 其实做的一些 可能是调整或转换之后 其实是有个不错的回报 但如果以现在来算 始终你说可不可以再卖得更多 一方面很多可能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因素 批完批又不知道 而来本人长见 其实那个钱 即现金流方面不是太充足 但他有很多收购想做 所以其实之前才说 他想和电磊合并 因为电磊多钱 但最终就不行了 但如果现在合并不了 接下来继续收购的时候 都有机会可能要去到 有很多不同的融资途径 或者是配股居动会做回 所以其实对股价上看 不是说没有一个调整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去到这麽高的位置 如果大家仍想考虑追下去 我觉得真的有一定危险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考虑 做个中性部署 不如看一看未来这段时间 即被立立之前这段时间 会否有个适当的调整 如果可以下回一些 例如至少下回75元以下 我觉得才考虑回 我到时所谓直播性 或者持有的情况 会比较稳固和高的直播性空间 好 谢谢Rafi 看到藏江基建最新股价79.4 升幅超过3% 握近4% 最后我们再跟进蓝筹股的最新造价 回控升3% 握49.15 中移动升1% 握83.15 建刊升1% 握4.57 公刊母升跌3.84 中刊升1% 握2.92 港交所升1% 握170.3 中人秀和有邦保险都升2% 分别握17.36 和40.3 藤上升2% 握141.7 金沙中国升超过1% 握26.55 长华升1% 新鸿基地产升1% 九龙仓升超过1% 中国海外升2% 华印字地升1.77 握18.42 中海游升3% 中石游升2% 中石化升4% 昆仑能源增埃近5% 中国神华升1% 这节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Rafi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持有吗 没有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吧